这一章节我们要介绍就是SQL的语法 那基本上SQL语法虽然有个标准 可是事实上在一般的各种语言 例如说Oracle,Informix,Cybase,Oracle,SQL 它自己会有一些增加的一些东西进去 那基本上不管你是哪一种SQL 它事实上通常会提供以下三种基本语言 那第一种基本语言也就是所谓的资料定义语言 DDL 那它DDL的目的它最主要是用来定义资料库的一些纲要 我们前面有讲过所谓的纲要 例如说你的表格名称啊 你的表格栏位的属性 还有你的资料形态 这些还有你的那个整合性限制那些 都是属于所谓的资料定义语言 再来还有权限的给予跟所谓的取消 还有角色给予 这些都属于所谓的资料定义语言所管辖的范围之内 那基本上在资料库里面的纲要 通常是指它的资料结构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 那第二个 第二个语言就是所谓的资料操作语言 那事实上资料操作语言是所有的 secret语法最被常用到的语言 那基本上它就最主要提供使用者 对资料库的操作 那就是说我们对一个资料库 我们通常可以新增资料 删除资料 修改资料跟查询资料 像这个都属于所谓资料操作的语言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所谓的资料控制语言 那基本上资料控制语言 事实上就是用来资料库里面 用来控制资料库的一些 而异动交易transaction 或是它资料库里面的一些效能等指定 是属于所谓的资料控制语言 那在二口里面 它又把资料控制语言 再把它细分 再把它细分成以下三种 再把它细分成以下三种 细分成以下三种 那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异动交易的处理指定 transaction control command 那最主要我们听这个名字 我大家知道 都是说它最主要是用来处理 所谓transaction的一些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会对于一些资料库做异动 那基本上 有时候我们想要说 你异动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要写回资料库 或是说你在异动前面一大串的一些交易 新增资的修改 那你不想要确定 你想要把它回复到以前的 那你就是可以把它放弃掉 所以有所谓的commute 跟roadback 那commute这边我们翻译成 违复确认 然后roadback就表示说 我前面所做的交易 全部取消掉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在交易过程中 定定一些储存点 set point 那在时候你万一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回到某一点去 那这会属于所谓的 那基本上这些指定是用来动态的控制使用者 在连线中的一些特性 例如说你可能用哪一种语言 然后你内定语言是哪一种 它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你有几个链接 就是你跟它连线 这些东西是属于所谓连线会议之间的一些控制指定 那第三种就是所谓的系统控制指定 那基本上它通常是用来控制管理所谓的资料库里面的instance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资料库控制语言 那除此之外 那oracle本身 oracle本身 它会 它本身会有一些 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增加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oracle本身它有自己发展一个堪入的程式 使得seql语法会有所谓的程序化的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seql下个指定以后什么就没有了 那事实上是没办法做连续性的一些运算 那事实上它可能说跟一些高级语言和在一起 在oracle里面大概被常用 最常用的就是peer-seql peer-seql部分 也就是这个peer-seql部分 那这个我们将于第十一章介绍 接下来这一章节我们要介绍 所谓的资料定义语言 就是所谓的ddl部分 那基本上资料定义语言 本身有三 大概有几个以下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就是说它会可以新增删除修改所谓资料库物件 然后它会给就是说 它可能新增一个表格啦 新增资料啊 修改表格修改资料 删除表格删除资料 然后除此之外 它可以对系统的一些使用者或一些角色的权限 给予或是撤回 就是grant或revoque 或是把它删除这些权限跟角色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建立所谓系统的 前后后会自动的对于资料库做commit的动作 等于说你今天 你今天下了ddl的指定 你并不需要再下commit 再下commit的指定 让它写为资料库 那这种我们称为内影式的委夫确认 就是imprisive commit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说 你只要下个指定 那事实上它会主动帮你写为资料库 例如说你今天create一个table 那事实上你不用做commit 事实上它已经帮你做commit了 所以ddl的指定是不需要做commit 它这种不需要做commit的原因 是因为它自动会帮你做 所以这种我们称为内影式委夫确认 这一章节我们要介绍所谓的资料操作语言 dml 那事实上dml是我们大概secret语法里面最常用的 那它本身并不多 并不多 那本身资料操作语言它本身的指定 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没几个 就是你可以新增 新增资料到表格里面查询 然后更新 还有删除 还有锁定这些 都属于dml的指定 那基本上dml的指定是 是不会主动做所谓的内影式确认 就是说我们今天 例如说我们现在新增一笔资料进去了 如果你没有下commit指定的话 事实上它是不会写回资料 它只是暂时写在记忆体的里面 除非你下commit指定 例如说你先删除资料 那你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到资料库里面删除 那是暂时在你的工作区域里面把它删掉而已 那事实上这个好处的原因是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 一旦你删除了 如果你真的到资料库里面删除的话 那事实上你万一后悔了 你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让它回复的 所以资料库是为了万全的打算说 一旦你今天删除了一些资料 如果你没有确认 做commit指定下去 那事实上你是可以回复的 事实上你可以回复的 或是你今天新增的一些资料 那你这些都是可以回复的 你只要在每一座commit之前是可以回复的 那如果人生也可以这样的该多好 那事实上大概资论社会是不可能的 那在资料库的操作语言里面是可以的 你只要是DML的操作指定 那你新增三组修改 那一段时间以后 事实上你不再做commit 你不做commit 你随时可以把它rollback回去 好rollback回去 那它事实上是当做事情没发生 这一章节我们要介绍的是 所谓的transition control command 那事实上 transition control command 就是异动交易处理指定 事实上是属于data control的一部分 就是资料控制语言的一部分 那事实上它顾名思义 我们可以称之名称 它是事实上它是针对 所谓的你的异动交易所做的指定 那事实上它大概指定就只有这些而已 就是说你commit 就是说你今天要把你所做的修改 做永久的确证 那你可以下这个commit指定 或者说你刚才做了 你可能前面跟他讲的 做了很多insert insert update或是delete那些动作 新增30修改的动作 那你觉得不想 就是刚才错了 可能是错了 那你想把它撤回 那你可以下说rollback指定 它事实上就会回复 到你刚开始还没发生前 那第三种就是说 你可以随时设定 你要回复的点是哪一点 那像这些指定都属于所谓的 甚至你设定你这个transition的一些特性 那特性蛮多的 那我们这边不介绍 那这些都属于所谓 异动交易处理指定 那基本上异动交易处理指定的话 它不会自动做所谓的 implicit commit 事实上它跟刚才那个一样 它不会主动做commit 你必须要你确认 必须要使用者去做确认 它才会真的写回资料库 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所谓的 Session Control Command 也就是连线会议期的控制指定 那事实上连线会议期的控制指定 它的最主要的功能为 就是说它能做所谓的 资料库连线的一些控制 那基本上在这边 大概我们比较常用的 大概就是所谓的Auto Section 就是说你在连线的期间中 你可以改变你连线的设定 意思说你本来的 连线的设定的语言 是所谓的中文 那你可以改成英文 或是改成罗马什么的 那你在改以后 你的里面的一些单位啦 一些前日期啦 那你的那个前的单位 都会自动改掉 那甚至你可以在连线的时候 改变你的 你的连线的角色 例如说你本来是 以某个角色进入的 那你可以改成某个角色 那这样有助于 你做系统的测试 好 也有助于系统的测试部分 好 再来我们要介绍 所谓的系统控制指定 System Control Command 那事实上 System Control Command 从它的名字来知道 我们就是知道 它是控制系统的 那基本上它就是针对 我们的Oracle的Instance 做一些管理 做一些管理 那基本上Instance这个部分 我们将为第六章会讲 那这边Instance 那事实上你想象的Instance 就是一些Service 在一般做系统 当作Service这样子 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那些指定以外 那事实上Oracle本身提供所谓的 康路式SQL指定 那事实上康路式SQL指定的目的是因为 我们一般SQL语法 执行完了 它事实上就 就是把资料显现出来 或是这样 它不能把 你前面显现资料 当作后面显现资料来源或什么东西 没办法像程式语言这样的一行接着一行下来 所以这康路式的SQL语法 事实上是每一种语言它都会有的 那这边Oracle本身 也有定义一些康路式的SQL指定 那事实上康路式的SQL指定 最主要的目的是将 你资料定义语言 还有资料操作语言 这些还有你的 Transition,Control,Command 移动交易指定这些 把它放入类似程序化的语言 例如说它可能放入类似PL-1的语法里面 所以它叫PL-SQL 或是它利用所谓C C或是所谓的一些语法 那就是Pro-C或Pro-Saman这东西 这种类似看入式的SQL语法 那Oracle本身就大概最常用在PL-SQL